你怎么又把小米给拴起来了 拴着你 你能自在啊 我烦的 没事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 弄得到处都有狗猫 不知道我过敏啊 那你也不能把它给拴起来啊 今天打扮的不一般啊 不用你管 不是又去参加个同学会吗 这一串都那么隆重吗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去非人物招参加相亲会呢 我不像你那么无情 除了生意上的事 你什么都不在乎 我不是不在乎 我是不爱从能热闹 你不去更好 免得在同学会上 我还得装出跟你很恩爱的样子 我心累 同学会 同学会 什么同学会啊 不就是个攀比会吗 前些年聚会比房子比车 这些年聚会开始比孩子 什么孩子长孩子短 我家孩子吃饭回端晚 有意思没意思 你别跟我提孩子 一提就得撑 走 一大 我妈裂了一些药 说这些药吃了对怀孕有好处 我又不是没学过一 我该吃什么不用你妈来教我 行 我无所谓 反正我妈说了 她只想抱孙子 谁生了她无所谓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要孩子 我俩已经分居了 我也租到客房去了 能不能不要拿这件事你再来吵了 再吵的话 就只能离婚了 这不是还没离婚呢吗 再说咱俩分居是谁建议的啊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跟我结婚就是个错误 是不是 咱俩结婚已这么多年了 我答应过我要为你生个孩子 我不管咱俩结婚是不是的错误 我都会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如果有了孩子 我们的感情或许还可以重新开始 行 别说那有的没的了 反正咱俩的事 就看你的肚子了 有了孩子就大欢喜 没孩子